台中市立殯儀館新設的金屬防撞桿 現在被民眾反應高度太低 根本看不到 在驗收前後就已經被撞了三次 甚至日前有議員當選人撞到防撞桿 結果被廠商要求賠償一萬五千元 但是明明這防撞桿 只用鐵片鎖上了螺絲釘固定而已 也讓議員驚呼自己故宮復原 只要兩千塊錢 根本廠商就在求詐 這個已經被撞了很多次 已經被撞三次了 殯儀館前方停車區 新設的金屬防撞桿 底部鋼板螺絲被撞到鬆脫歪斜 不少民眾反應設計太低難注意 連倒車雷達都偵測不到 有可能太低是注意不到 因為後視鏡角度的死角問題看不到 議員當選人將合數的車子 日前就撞到這根防撞桿 沒想到廠商報價維修費要求賠償一萬五千元 讓他直呼太不合理 甚至還有民眾用分期付款來償還 市府表示這根白鐵防撞桿是按照建築師設計圖實作 11月9號驗收前曾經被撞過兩次 當時由廠商向撞毀者求償 但驗收合格之後就屬於公共設施 依照民法規定損害賠償的方法 只要恢復原狀即可 民眾不必找原本的廠商失作 可以自行故宮修復 借照一隻蔡敦營台中報導 記錄 希望正在驗好 待會兒 每月 祇 towards